幸福好时光你今天心情好吗 昨天呢我才从上海回来 我最近的确比以前节俭一点 因为以前读书我还是都做商务舱嘛 为什么做商务舱呢 我本来打算了 或者是我本来已经许愿 我30岁之后都要做商务舱 那大部分也有达成80% 90% 可是呢到了这个年纪 我突然觉得能够恢复那种 学生然后苦哈哈的过日子 也许也是人生的一种自由 不过上一次跟这一次 我的运气好像不太一样 因为上一次那个飞机只有四层满 我不知道为什么 昨天从上海回来的飞机 你猜有几层满 99% 所以真的经济舱真的急得非常疯狂 何况是非常巨大的飞机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后来觉得我坐经济舱 没什么不同 就是因为我坐长荣航空或华航 我还是有金卡 也就是说因为飞机真的坐多了 我可以提前选位 就算是经济舱也会选到 还不错的位置 那昨天就遇到一位 很可爱的长荣轰姐 其实我还戴着眼镜 然后戴着帽子 她就先帮我送果汁 我想说经济舱有这个待遇吗 她说不是的 我是你的听众 谢谢你陪我这么多年 真是好心油好抱啊 然后飞机起飞之后 因为我大概也没有吃过晚饭了 就所以也没有再吃晚饭 她又送来了一杯 不好说的太清楚 有气泡的葡萄汁 这样说好了 她就说你喜欢这个对不对 我心里想哇我已经是把自己的那个 喜欢杯中午的印象已经明扬到这个地步了 那有时候会觉得 你会问我说 每天这样子做广播或者是做podcast 这样日更 我每天这样做会不会很辛苦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 这次我又回去念商学院博士班 我重新的在看很多经济学的效应 其实啊 什么叫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就是如果你不做A 那你也可以去做B 假设我现在没有在广播上在说话的话 那我也可以去读书啊 或者去跑步啊运动啊 但是啊 也就是说你人生做任何事情 它都有成本 所以很多人会为了去买啊 比如说烤鸭 一直本来是600块 现在呢打五折 然后你就是去那个烤鸭店门口 排个五个小时的队 你自己觉得说 哇我终于排到赚到了 你真的有赚吗 没有除非你把你的时间算成不值钱 还有除非你排队排得太开心 你感觉连排队都是在 就是在享受你的快乐 否则的话 如果你要用最低工资来算 你的机会成本很可能 现在应该是180了没有 我不知道 好算180块好了 排了五个小时 应该你要算是900块 用把经济的机会成本数量化的话 那你买一个烤鸭子便宜了300 你是亏本的 那我说把经济成 经济学上的机会成本 在人生中重新估量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啊 做你喜欢的事情就没有机会成本 因为你是享受的 那段时间你并不想去做别的事情 你就想做这件事情 那就没有什么替代的可能性了 所以如果尤其是人生活了一半之后 你想要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去吧 那如果还在勉强自己 你的机会成本是很大的 也很可能会在不断的累积负面情绪之中 你可能得癌症 或者是可能身体受损 所以很多事情看起来是赚钱 其实是赔钱 那很多事情看起来好像不赚钱 但是呢 其实它是一个正面的效应 像我昨天得到的照顾 应该就是属于正面的效应之一 非常谢谢这位非常可爱的空姐 那我今天呢 本来想要讲一下那个黑白大厨 我很早就把它看完了 那郑凯阳写了一篇文章 他在讲的是 他到底做对了什么 你知道这些黑白大厨 不管是评审 或者是有进入决选 只要你有在萤幕上 引起大家关注的 他都成为非常畅销的餐厅 而且他已经连续三个礼拜 蝉联Netflix的非英语类收视排行的冠军呢 那一看那个黑白大厨 我就知道了 他这个制作费很惊人 尤其一百个厨师 同时可能有一百个冰箱 一百个非常酷的闪亮亮的厨具在做菜 制作费用是多少钱呢 号称百亿韩元 我算百亿其实很难算 因为那个后面零太多 那算韩元我觉得很简单 我用最古老的算法 也就是你就只会把它处于50 就是台币 所以他的三亿元的奖金 也就是最后可以得奖 说起来很高 但是事实上不高 因为大概就等于五六百万台币 这样子而已 可是人家花了那么多钱 在做这个节目 产生的商机有多少呢 我觉得最厉害的是 因为它是一个全球性的节目 也做得很好 就把韩国的料理的影响力 推向全球 参赛者的餐厅业绩 几乎平均都上升了百分之148 那为什么没有办法上升什么两倍 因为餐厅有容量的问题 那么那个节目的冠军 就是一个意大利的29岁的年轻厨师 他的餐厅排队的预约人潮 高达11万人 而且听说这个有很多黄牛 里面还有中国繁体字的名字 就是我们台湾人 真的不好意思 那么到底这个节目红的本质是什么 其实台湾做得出来嘛 做不出来 因为没有钱就做不出来 否则我们的厨师有那个实力吧 其实高手都在民间 绝对是有的 他们呢 是跟这个一般在做品牌直播 有两个相同点 也就是说我秀给你看 还有呢 销售呢 还有品质啊 他必须做到合一的程度 那从黑白电商 黑白大厨里面 我们学到什么呢 里面有一个韩国唯一的米其林三星主厨 叫安城仔 他真的很酷 我还看了他的背景 他曾经跑到 好像是伊拉克去当佣兵耶 他的口头禅叫做完成度 什么叫做完成度呢 也就是厨师是不是有传达他的理念 用消费者感同身受 那这就是所谓你如果要做直播 你要秀那个故事给消费者看 他要做到很完整的地步 那么再来呢 第二个启示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你要如何的对评审去促销你的菜 后面那个奖是很重要的 不然你只是会做好吃 那么好吃 本身是没有太多特性的 比如说里面有一个阿姨吧 她是韩国第一个做无菜单料理的 她就都做的很好吃啊 你没有办法去挑剔她 可是最后决赛为什么被塞掉了 因为她说不出来 她说不出来那个故事 她只知道她要做的好吃 那当然还有团队的整合度啊 他们里面在打商业战 很明显的 其实你要去估量顾客来的是谁 如果那个顾客不怕花钱 比如说在米其林餐厅 那你就是让他花钱 然后赚最多钱的团队 他就赢了不是吗 好我们今天邀请这位董事长 他也是一个很厉害的 本来从一百多公斤 后来运动之后 现在变得身材非常的娇好 黄张伟你好 丹陆姐好 还有我们亲爱的中广的 幸福好时光的听众们大家好 黄张伟是台大EMA的学弟 然后他也是做都更的 之前来讲过说 20年做一个都更 是有多大的这个 就很多委屈跟泪水 就只能往自己的肚子里吞 那他是这个西北大学的硕士 对不对 还有台大的EMBA 他本来就是学这个土木工程的 对对对 好我们现在今天先来讲 我们先讲 还是要讲一下马拉松好了 下个礼拜去纽约 对纽约马 是跟台大EMBA一起组合吗 有总共有13位台大EMBA的学长姐 你的平均成绩到底在多少 就六大马的 六大马 也没有统计过六大马 大概都在三小时出头到三小时三十分左右 真的好快 那一刚开始跑第一个 不管是什么马的时候 就是你身材还不太好的时候 出马的时候多少 出马久了出马快五个小时 那也还是算挺快的 而且中间都一直在进步 可是现在已经到高原期了 已经在下降的趋势当中 不过你现在面前不要讲这种话 我从出马到现在一直都维持在 那个五小时四十分钟左右 所以丹如姐是非常稳定的跑者 我的人生策略不一样 我没有要跟大家比快 你看这当然也是自我安慰 但是我要跑完 对不对 而且不受伤 而且不受伤 这个意志力的表现 对 然后我通常救不了别人 所以我要自救 我自救的方法就是维持均速 都不要受伤 我就跑得完 对吧 有的中间拐道啊跌倒就跑不完 对或者抽筋啊或是这个热衰竭啊对 嗯那我因为上个礼拜我有一个朋友的爸爸那他是八十岁他去跑芝加哥马拉松然后就得了全球第二名他八十岁了太酷了太酷了太酷了是台湾人吗台湾人啊八十岁五小时四十二分 所以你一直退步没关系我们的目标你只要到八十岁一活着嗯二还跑得到差不多五小时半左右哇塞你就世界冠军不然你现在怎样也不会世界冠军啊啊真的真的前面都是黑色的 哈哈哈黑色的朋友们小黑小黑他们真的太快了啊真的真的真的最近还有一个女生他刷了世界纪录对了两小时零九分第一个跑进两小时十分的那是什么状况啊对坑亚女生两小时零九分我连半马都还没有跑完呢嗯对可能在嗯十八公里左右哈哈哈还在吃补给哈哈哈这很可怕对不对嗯好那我们今天不是要吗 讲马拉松要讲大都根时代的来历嗯黄章伟出了一本书叫大都根时代攻略啊根族居安家园嗯这本书是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是荆州刊所出版可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啊哎为什么啊因为商周上上礼拜也做了一个都根大爆发 为什么说全台哦有将近五百万的老屋改建的春天已经到了开了什么绿灯呢呃应该是说最主要其实在呃2018年就是我们都根法修法之后啊嗯其实有一些就是在奖励值的部分过去因为奖励值部分每个都根案大概都是二三十的一个比例percent的一个奖励值那在2018年修法之后那奖励值其实上线有拉升到百分之五十嗯 然后奖励值的内容然后也很明确比如说绿建筑啊开放空间啊四位建筑啊这些比例其实相对就是更明确嗯然后还有一个更重要就是说在整个多数据在强制拆除的部分也进入了一个更明确的一个程序的一个执行的一个部分那所以在2018年之后整个都根法就是这个法的一个法源的更完善之后在2019然后202021嗯那随着就是房价 嗯因为台北市的一个房价在20202021开始推进之后那房价其实差不多就是呃到了100到120万的这样每一瓶的区域的房价的时候其实就更能有机会可以满足室内瓶一瓶还一瓶的一个条件其实这就是基本概念嘛很多的仲介会跟一些就是乡下老房子说这可以等都根啊你等不到啊因为呃我们都不爱谈钱的 也觉得很俗气但都根的确钱的问题我们谈价值啊价值对好吧如果那个价格哈就是呃虽然你觉得很有价值哈哈但是价格一直没到那么去参与开发案的人那个根本没办法利润但是谁帮你把旧房子换成新房对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除非你自己出钱很现实的问题出钱摆不平除非那整栋你家的对对对呃呃 但卢姐其实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因为现在国人在参与改建都根的这样子的想法上面的一个呃条件啊都希望改建之后可以拿到了室内瓶就是去除了公社可以跟改建前使用的室内瓶是一样的嗯那这样的条件之下的话那因为现在供应成本其实也是在高涨的一个年代嘛那最近几年缺供缺料所以成本在上升然后奖励值虽然现在有不要提升 可是如果要房价没有到一百一百二十万这样的一个水准的一个区域的话嗯他可能改建之后就没有办法能够取得满足室内瓶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这也是有一些区域哦他在推行都根奖励那个的部分的话会比较牛部化的原因嗯那不过今年因为在呃呃市院因为我们就是花莲的地震然后还有台北市就是呃在去年有碰到就是大 那只有就是呃呃危险就是呃危险就是天坑的这种概念的这个建筑的这一个倾倒嘛那造成的就是隔壁在林房施工的时候有就是下线的这样子的部分对对对对那就强迫都根嘛对那而且我觉得很妙的是那个案子一下子就全部大家同意对对因为已经不能住了已经没有办法而且以前的丁子护我你去看那个文林院他当时是一个 我知道有很多呃呃人参与的某一种就是有社运团体啊好像是在居住正义团体啊对我我应该怎么说呢那个案子刚开始就很多的媒体把它包装成一个在呃呃呃就是排复的运动好不好可是后来呢你你慢慢的就发现了他阻碍了非常多的毒根对 让你的市容一直变成这样 因为大家一想到说 大家都同意了 为什么那一户 他想要要求 也许是更多的钱呢 我不是说文宁院在干 但丁子户到处都有 然后如果每个都要发动社会运动 那我请问你什么都根都排不成 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请到黄章维 那他就是一个建设公司的董事长 大都根时代攻略 是他在荆州刊出的书 最近的都根真的变得比较顺利了 我刚刚这样讲 没有针对任何的个案 而是如果每一个都根案 那么你后来去查 整个发展石墨就知道 丁子户 如果你让他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拿到更多的钱 那么都根就永远推不动 我想政府也已经看见了这件事情 对政府 所以在刚提到 在2018年修法的部分里面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 政府过去都希望是大接口的一个 更大的一个完整性的开发 那就是对于一些丁子户的部分的一些 在都根范围内 那没有办法做排除的这样子的动作 那或是比较不愿意 然后去做这样的协商排除 那不过在认识修法之后 其实有很多的个案 那就进行就是可以做 就是范围内的不同意乎了 就大家都说丁子户 那我们还是说要不同意乎 不同意乎的一个协商跟排除 所以像 你的措辞真的还蛮温柔的 不同意乎 对 所以像在永春案 就是我们在很有名的松山的永春案 然后就是他 彭先生他当年就是 那个计算上彭先生 他当年就是不愿意就是改建 他成立一个就是反这个都根联盟 这个看起来也是跟就是 就社会抗议活动 对对对对 结果呢 这一次并没有像以前那样的 结果就是结果就是台北市政府 在那一次在协商之后 就把他们一栏全栏 就是摒出在都根的范围之外 因为当他不在都根范围内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成为丁子户 对 就不同意乎 他不一定 就他就不需要参与那个改建 那他没有参与改建的话 其他的租户就可以自行改建 可是哦 因为我手上有一张图嘛 就是那个机车行 而且我也常去永春呢 附近的地方 那个也是因为他是不是 就是他不是在中间 他刚好在边边 他在边边边边边边 如果他在中间 这件事情很容易变成 就是说一个高楼大厦 包围着一个非常小的房子 然后还是有点怪怪 可是他刚好在边边 他是边边 我知道之前某个案子 我们不要说哪一个啦 也许他的总价值是 比如说几千万 他后来拿到了double 对不对 透过这种抗议活动 对对 定职户你只要不同意户 只要有成功 就会有人 尤其是一楼的啦 或者是顶楼那种 本来有违章加盖的 他们就会想要有更多的嘛 所以他现在就被隔阂了 而且各位应该可以去 永春附近 永春捷运站嘛 对永春捷运站 中小东的五段那里 中小东五段跟松山路口 脚尖的那个 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奇观 其实后来那个机车行 他就破破旧旧在旁边 对不对 他还贴上了寿本透天 他最近有拉皮 最近有拉皮 那戴如姐讲 那个还是 还有另外一个案子 就是知名案子 现在在松江路上面 就是我们这个看到 这个是松江路 就是他有一个国泰建设 跟立齐 这是松江路 对立齐建设 他们在松江路有 就是改建了两个 这个办公大楼 然后中间有一个就是透天 土地大概30坪 那上面贴一个瘦 然后瘦的那个价格 大概是开1亿5左右 可是他现在开的1亿5价格 其实是如果他可以参与改建的时候 他或许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价值 那可是他现在因为已经 孤苦伶仃了 然后就是等于是 都根的一个孤岛 那所以他可能要做销售这个部分 其实他就没有那样子的一个价值的利用 所以他当时是反对着 对不对 对 然后他刚好也是在两个办公室的中间 也就是他算旁边 他其实本来是一个大的都根案 可是因为就是中间 对 有一个卡住 因为卡在中间 就不能把它包着 对对对对 变成两个 他就协商协调 然后成为两个都根案这样 也就是政府不太管他 那你不都根就不都了嘛 对那以前的话 其实政府都会要求能够把它并录 然后希望他可以参与改建 然后希望他的这个问题 都给实施者建商来去处理这样子 所以这个我手上的这样照片是松江路的 然后他的也是30坪 对基地是土地30坪 对那他就本来如果他都根 他分到的大概也是1亿5吧 是多于1亿5 就是他的旧土地的价值 后来大家都盖了 他现在就变了自己一个孤岛 然后要改建 可能也盖不了原来那么大 他就只能拉币 所以他现在连开价1亿5都盖不到 他本来开价是希望多少的 肯定因为改建后的价 其实他其实是多于1亿5的 那如果他没有在改建的行列之内的话 肯定他当时要求的比 这个1亿5多很多 就也许说假设 这不是真的 假设我要个三亿好了 我要个几亿 肩上不同意 后来政府干脆说 啊你就不要改建啊 我本来这一块大地 只有你不同意是不是 我就分两块 对他案例是这样 这是属于比较透天独立的 那现在在修法之后 有多数捷的部分 像台北市 在去年2023年了 就是多数捷强制拆除的部分 也有五件 那也有三件已经就是通过 那政府就是真的就是做强制拆除的一个动作 什么状况可以政府强制拆除 通常现在政府强制拆除就是大概同意比例到了大概95% 然后最后不同意户大概在五户以内 那经过两次的失调 就是住户跟实施者之间的一个就是真心协调的失调 两次 那两次如果没有结果 然后再进入政府来协助办理的公调 那公调两次如果还是没结果的话 那政府就会启动强制拆除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说现在并没有要求百分之百 应该是说 如果有95%同意的 我这个盯子户就最好不要继续盯子 对不对 我就要从占如流 差不多的概念 是这概念吧 应该是说都市更新法在自行划定的区域 其实要求的同意比例是80% 80%你就可以送件 可以选房 可以审议 通常就是到审议结束的时候 大概每一个都跟同意比例都可以将近95%98% 因为当你80%送件的时候 其实还有一些住户觉得 他可能要等到政府审议出真正的 就是我们合作的比例的数字 他看到数字之后 他才会愿意同意 所以通常数字真的审议下来的时候 大概已经95%98%同意了 那就是真的有一些 你知道就是真的狮子王 大家所谓狮子王就是说 就是狮子会大开口 对不对 狮子王变丁子王 就是狮子王当他 就是有强制拆除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应该95%之后 那他政府要实施这样子的一个强制拆除 其实他能够拿到的条件 就是政府审议的权力变换的一个比例的条件 所以就没有办法让他可以去得到他所想要的那样 那么高的一个报酬了 对 所以就像刚刚那个淡路讲 就是狮子就会变成猫的概念就对了 可是他后来也没有办法真的融入 人家所有的企划案都已经做几年 好我们刚刚在讨论黄金帝国的案子 那说是这个商业周刊 一个热血的科长点燃了280个地主的希望 那很显然很多人都已经 你看他一直在缴地价税 然后落成是1991年 那过没太多久 好像是地震之后 这个台湾大地震之后 花莲0403的时候 他921就倒掉了 就已经几乎没有人了 可是就大家就觉得好悲伤 地价税也还蛮高的 可是缴了20年 统合没机会 然后老的人过世了 继承员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这时候是需要有新的法令 才能够推动那种 其实他已经造成都市毒瘤了 真的都是都市比较就是雨漏 而且可能有犯罪的这样子一个机会的地方 台北的财神酒店到底荒废了多久 淡路姐这个应该我还没有进入这产业的时候就发生 可是他后来还是 对对台信银行改成就是他们总部 对就有人把它买下 对对对对对 那但是这还是要靠法令 因为有的继承员找不到 没错他当时的产权也是非常复杂 因为他也是切小的那一个评书 然后做这个销售跟持有 在我看来好像我从那个少女时代到台北来读书 一直看了很多很多年 他都是一个废弃的东西在那里 好那其实这点燃了大家的希望 都市的中心区不要有一个废弃的东西 其实西门町曾经显赫一时的什么万年大楼 狮子林大楼 现在当然还有商家 可是其他的商业价值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厉害 然后产权又变得更复杂了 对其实这几年就是都更可以推行的比较顺利 就是像丹如姐说的就是过去在就是电商 还没有那么兴盛的时候 其实店面还有就是商业的这些 就是价值其实是比较高的 那尤其在疫情之后 因为电商就大幅的窜起 所以其实这些商业价值的这些店面 其实的价值其实是有下幅的 修下修的 我觉得是商业模式的改变 当时就是一小格一小格 有没有四平五平 他还是可以做生意 可是现在人家都是旗舰店 要嘛你就是一整层的办公室或商场 那小格小格的生意 又不是就是这种夜市地摊型的生意 其实是已经被淘汰掉 就是大部分都被电商取代了 这是一个都根 就是一个绊脚石里面 其实蛮大一个部分 其实这样都根的绊脚石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顶楼加盖 顶楼加盖的部分 因为现在有盘理 就是顶楼加盖 就是你出租的话 你收的这些租金 其实都是不法的得利 所以就要分给那个住户 就要分给 就看住户要不要告底 对对对 所以现在已经很明确的确认 就是顶楼加盖这部分 它的这个使用权 跟它的收入其实是违法的 所以现在变成顶楼加盖房子 其实在这几年 其实价值也是大幅的在修正 是而且现在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叫就是需要 上面那个房仲都会写 如果是顶楼加盖 就叫你运动健身房 对不对 对就是不要有出租的使用 可是基本上因为法院已经判了 它是一个侵占的行为 所以对于我们在 都跟改建的部分的话 是否像这样子的一个顶楼加盖的 这样子的一个主力 其实现在已经大幅的一个下降 对 它不能告诉你说 我觉得这也是整个大时代的影响 它不能告诉你说 我本来可以用到100平啊 对不对 对对对 那现在弄成新的才50平 我不要我不要不行 对不过还是会有一些 就是在法令上可以给予的一个补贴 比如说它顶楼加盖 它可能是铁皮 那一瓶补贴多少钱 然后它是真的是RCE的话 一瓶补贴多少钱 就是用现金补贴的方式 来去取代就是 淡如姐所的 它是瓶数的使用的那一个 的部分这样子 我们刚刚讲的那些 目前就是丁子户 被两栋大楼包在中间 那常常是店面嘛 一整栋你真的不要卖 我也没办法动你 可是如果说你这边是一堆 老公寓区都四五十年了 那如果是其中就是一层不同意 它是政府现在会强制拆 会会会 像在2023年台北市政府就接受了 五件的强拆的这样子这个协调的部分 然后有三件已经通过了 然后要进行强拆 那在新北市政府的话 他们的强拆速度其实是更有效率 那真正拆除的强拆已经有 大概三四件 所以现在这样的状态 其实对于整个就是 都跟里面真正的同一户 而且他们真的就是 能够可以期待的这个改进的时间 其实比以前是更好的 因为以前在 比如说文宁院的那个年代 房子拆了可能就是同一户搬出去了 他们想要搬回来 时间是遥遥无期的 因为就是不同一户 你卡越久的话 人家就 当然他很多的外面那些租金啊什么 对对对 东家要或者是 就是建商要帮忙付的 那你一个人在那边多撑三年 可能就有两百户 在外面就是要 古苦伶伶的漂流三年 对吧 那补贴起来金额都非常非常 所以有一阵子大家都不太敢做都跟 对那是都跟黑暗期啊 在2012年那个年代 那你现在好像看起来 以前你跟我说 做一个案子可能十几年都有吧 那现在呢 有最快的时间是 跟戴如姐报告 就是现在虽然是快 应该是说 现在应该是说 成案的几率是提高了 在2017年以前 就是台北市的都跟案 就是核定的就是已经 就是成案可以去请建造 大概是644件 那到了今年 大概是1177件 所以大概就是2017年到现在 这一个7年时间 就核定了将近500多件 快600件 可是2017年以前的20年 也是五六百件 就是说这几年 其实速度是加快 加快 那可是重点是在于说 每一个都跟案 前期的整合的时间 还是需要两三年 顺利啦 两三年 现在听起来已经少很多了 整合两三年嘛 然后再进入程序 就是审议的程序 权力变换跟事业计划的 这样子的一个审议 也需要两三年 所以大概就是要需要 五年到六年 它才能够走到 可以拆房子 那拆了房子之后 现在新建 因为缺工缺料 所以大概一个 比如说20层楼的 RC的一个建造的话 大概需要三年 办到四年 所以一个房子 如果从一开始 就是洽谈 就是接触 住户接触这个改建 到它可以搬回去的话 大概需要 八年到十年的时间 就是一个标准的 一个都跟案 那负责的建设公司 也要活很久 你可能真的要活到 八十岁 幸福好时光 这一本书是金周刊 大都跟时代攻略 是黄章伟所写的 那么把一些 就都跟你要注意的事情 都讲得很清楚 你们现在有几个案子 就是已经就是都跟成功 而且进入销售期了 对不对 对每年大概平均 现在大概三个到四个案子 在销售 然后新建期的话 大概就是有四个到五个 这样的个案 对就是每年的一个 平均搞八年 对八年到十年 那那八年你一个案子 当然有大小不同 对 就要垫出去的设计费什么 每一个都先垫了几千万 然后后面在新建的时候 也不是不用钱 政府现在虽然对都跟建商 比较宽容 所以贷款也还是有利率 利率还是在升高 对对对 就是唯一就是比较 就是土建龙的部分 在都跟的部分是没有在政府的七十二字二的银行法的这个限制里面 这是比较让就是我们在这个产业里面是算比较宽厚的 然后也是比较有在激励这样一个部分 不过我记得好像两年前 我去参观过 是两年前了吧 差不多 你在那个世贸大楼 新计划区 对对 但那时候去的 其实台湾真的挺有钱的 那一间 一瓶两百多万吧 对对 两百二十多 而且你一个月就卖完了 因为疫情 大家都没有出国 所以这个赏房是他们的这个 休闲预热 但是赏房也要有钱买啊 那我后来发现你的制胜法则是 因为旁边的新计划区的豪宅都两百瓶以上 对对对 你把它割成 各位我要说的是只有一百瓶 不得已 因为外面旁边都是两百嘛 那一百瓶其实就是也是两亿多 你看看 在看那一块土地的人还是挺有钱的 但卖完了之后 黄章伟有一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 他就说 哎呀我后悔太早卖完 对因为工人成本后来长了蛮多的 那时候我们评估一瓶的 就是SRC的造价是25万 现在我们整个发包新建完 大概是在34万左右 那如果假设啦 通常我知道建商可以全部弄完 就是加加减减减 赚个两成好了 建商大部分就是目标大概是两成 目标是两成吗 那建材这样子涨的话 两成会变成多少 其实我们公司在2021 2022那年代有四个案子 那四个案子有两个案子是预售了 然后两个案子预售 那有一个案子在细子 那细子那案子就是后来工人成本 其实涨得因为面积没有那么大 气力面积没有那么大 所以那个涨了大概将近三成多四成 那案子我们就等于是帮就是消费者打工 就是卖的房子 因为它的房价也没有涨得像信义计划去或金华去那种 当时房价其实已经创了细子的最高价 那时候大概是一瓶53万 那可是我们那时候 没有到50真的很难 对那时候我们预计的功能成本 可能是一瓶RC是15万 那我们现在将近已经要完工了 大概一瓶大概是21万 就等于是帮整个消费者就是 白打工就对了 对打工啦打工 然后另外个案就是刚刚丹如姐讲的就是我们在信义计划去的案子嘛 那那案子还好 因为它的售价就是够高 够高 所以你看一切还是能不能都跟那个地段性价有关系啊 我们其实最最惨烈的案子是在一个很小的案子 是围绕的案子在金华街 永康街附近 在那个政大公企中心对面 那个案子在2020年时候我们开工的时候 本来我们跟地主旗约RC一瓶是18万的造价 那等到我们发包完了 然后是一瓶是36万 我的妈呀那怎么办 那我们今年明年要拿那个使用执照 那个案子就当时我们就是完全都不敢预售 因为预售的时候那时候的房价大概是一瓶大概120万左右 那120万左右其实 差不多 永康街 对永康街 那可是那时候是以就是功能成本就18万来做一个计算 那跟地主是70 30分嘛 地主分为70我们分30 那当下我们就是发完包的时候 哇就是真的不是只是打工啊 是整个是亏钱的 那所以我们就是先见后售 还好没卖 但是那这样子你没有先预售 你本身的那个口袋要很深 没有预售资金都要全部自己来筹措 所以也就虽然是建设公司董事长 虽然每个案子看起来金额也很大 但老实说 都在装钱 活得应该也是苦哈哈 大概没有办法开什么蓝宝尖泥之类 我们应该都是靠两只脚啊 所以要跑马拉松啊 哈哈哈哈 而且还要活很久 对对对对对 因为如果这个董事长没有撑下去 以台湾的人质的管理的状况之下 还不知道下面的能不能兑现承诺 对不对 所以其实功能成本在这一波的整个都更案 其实扮演了一个蛮关键的一个角色 嗯对 好那一般人遇到都更案的时候 他们首先就是有的会可以成立嘛 那有的是你白忙的一场 前提是什么 就是你的前提是你的新房子 一定要超过五六十万 他基地要大嘛 才会有人要拎你 对对对对对 哇那个淡如姐是专业 或我是生意员 就是从生意员 就是带几个 第一个就是他要 最有机会 第一个他要商业区 那第二个就是他 房价大概是一百万到一百二十万 然后第三个 他的面前道路要够宽 因为他 面前道路宽的话 才能够把容积可以消化了掉 就是我们争取了一些容积 如果他面前道路不够宽 他可能只能够盖到15楼或12楼 所以那个法令还很复杂 容积率跟面前道路有关 对 然后就是他基地要够大 然后面前道路够宽 我们可以争取的奖励值 到他能够一平还一平的 这样的一个程度才有机会 那就是刚刚我们有提到 就是万安市长在近年有提 推一个就是防灾型都更 就是原来我们都更的奖励 有百分之五十 那防灾型都更又多了三十percent 那所以现在奖励值很多 可以拿到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百 那所以现在四楼的公寓 然后五楼的公寓 在台北市里面 如果可以拿到防灾的一个奖励的话 那就很有机会可以改建 这是今年算是一个 蛮重要的一个政策的部分 可以拿到防灾奖励 也就是你基本上也已经快住不下去的状况了 防灾奖励它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说 它是如果以建造的一个时间来看的话 就是在民国63年2月15号以前的建造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台北市在 就是结构设计上面 没有什么太明确的要求 所以就是大家觉得 那个时候以前的房子 其实是就是地震四季来的话 都微微可及 所以要把它赶快就是用防灾的这个奖励 让它可以改建 那第二就是说ID子 就是一个耐震的一个系数 然后在35以下 那它也可以申请就是防灾奖励 它可申请 但是万一如果像附近 这个还不到100万 建商不要接 像现在像以前像系纸 比如说50几万的时候 你接的你等于在做公益 那将来你就不会接这个 应该说房价如果还没有到那么好的区域 其实就是可能要跟住户沟通 就是大家要粗一点 是不是一定要坚持 室内瓶一瓶还一瓶 因为我们现在也有一些个案 其实 其实很难 因为现在公社越来越多 我们早期公社很少 对 可是我们现在有碰到一些个案 就是因为住户 其实真的有改建的需求 就是他们房屋真的很雨漏 可能已经钢筋已经外漏 然后粉粒土层已经剥落掉落 然后所以他们其实可以接受 就是说没有室内瓶满足 那其实权装瓶很靠近 他们也可以 因为毕竟改建之后 其实权装瓶对权装瓶 如果是满足的话 房子还有四成以上价值成长 大都根时代攻略